天津城破后,李秀成带着右天王洪天贵府出逃时,与太平军走散,被村民俘获,将他献给乡军将领萧福寺换取富贵。 他被俘后,先是落到曾国藩的九弟曾国权手中,因为他兄弟曾国华与李秀成作战时,死于三河镇,所以对李秀成非常痛恨,对他施以戈壁追骨的酷刑解恨。 李秀成全身血流如柱,却并不畏惧,只是质问,两军对战,各中其主,当有损伤,何如此。 不过,曾国权并不敢将他私刑处死,于是将他转给曾国藩,中王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中流砥柱。 按照清廷的做法,他在被抓捕后,赵李应该和石打开,陈玉成等人一样遭受临耻之险。 然而,素以冷酷闻名的曾国藩,却单单对他免凌迟,观念齐驱,这一切并非是他的仁慈,而是跟一份五万字的字述书有关。 当曾国藩看了李秀成的字述书后,对该书进行大量的删减和修改,并重新预写一份宋承清廷。 原版被他封存一个世纪,以绝后患,之后等不及向朝廷请示,便迫不及待地将他处死。 那么,他具体都写了些什么让曾国藩如此胆寒呢? 本期大学士跟各位聊聊这个话题,太平天国的历程极具传奇特质, 其曾令满清朝廷左至右处,且在最终败落前历经的无数惊心动魄的战事。 不过,其中最令人提心吊胆的,当属中王李秀成被捉后,在狱里所书写的一份残酷公司。 他认为,东王之死绝对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。 东王身为太平天国最为卓越的统帅,引领太平军勇往之前,令满清惶恐不安。 然而,他只是来自广西的一户普通农家,幼年时家境贫苦,无奈入伍从容。 于军中,杨秀卿凭借出众的英勇,迅速着升为下级军官。 1851年,与金田起义之际,他信奉了败上帝会,随其义军举施反清。 在沙场贫力战功,成为洪秀全的得力重臣,获奉东王之先。 在他的引领之下,太平军连战阶级,身为大阵。 杨秀卿不但是卓越的战术家,还极善激励军心,每逢出战之前,都会向士兵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,提振军心时期。 太平军皆将其视作神明般的人。 然而,权力的争斗最终使这位英明的战神惨遭吞噬。 1860年,鉴于与天王洪秀全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,他被天王所及。 于是洪秀全召回对他同样心怀度意的北王伟昌辉,与天津巧设埋伏,将匆忙赶回天津的东王枪海。 洪秀全此般行径,无疑对太平军造成刺激,也为太平天国的衰落埋下火根。 毕竟无人能够取代杨秀卿于军卫的地位。 其次,无疑成为太平天国的关键转折节点。 他遇害之后,太平天国开始渐躯下境。 一时之间,太平天国丧尸统帅军心打乱。 于此之际,诸如中王李秀成、英王陈玉成和师王李世贤等声名赫赫的新王于天津兴起,他们骁勇善斗。 然而终究无法企及东王于太平军中的威望。 即便曾国藩所率的湘军,也无法对太平军形成强劲威胁。 每逢交战,湘军皆以败迹收场。 曾国藩甚至曾一度欲投河自尽。 然而,新王掌权之后,频频出措,致使湘军渐躯强盛。 洪秀全察觉,自己的国度已然改冒。 丧尸往昔的锋芒,大局已定,颓势难挽。 1860年,湘军强力反攻,太平天国接连实力。 中王与英王未能履约,致使救援安庆之举受挫。 天津沦陷近在之时。 1864年,受内乱与外幼的双重冲击,天津终归陷落。 洪秀全已然病故,太平天国的诸位新王也纷纷逃窜。 秦贼先秦王向来都是击溃一个政权,以致军队的有效策略。 于是,湘军把目标锁定在太平天国中王李秀成身上。 1864年,天津陷落之急,他携右往红天贵府仓皇奔逃。 历经一个多月狼狈躲避清军追击之后,二人终究被清军侵活。 对于战败归降的他而言,当下其面临两种抉择,其以为就此归降。 吐露太平天国的机密,以谋得生存之机。 历经一个多月狼狈躲避清军追击之后,二人终究被清军侵活。 对于战败归降的他而言,当下其面临两种抉择,其以为就此归降。 吐露太平天国的机密,以谋得生存之机。 其二是,以此抗拒不从保全身后的生育。 起初,他选取了第二条路径。 于曾国权的严苦审讯中,他始终保持结末。 曾国权对其施加重性逼稳,从轻伤至重伤,各式残忍的酷刑方式进阶采用。 然而,他仅扶植一笑。 他心里清楚,倘若供出太平天国的机密,等待他的必是悲惨的结局。 故而,他宁愿遭受肉刑,也要维护太平天国最后的尊严。 然而,人皆存弱点,无一例外。 酷刑对人造成的折磨,不仅在于肉体,更在于心灵。 当曾国藩扬称能够保其心灵时,他终究动摇了。 原来,求生的欲望竟是这般强烈,与其遭受肢结处决,莫如把握着最后的一线生机。 就在这精神与肉体双重极度苦痛之中,他着手书写自己的供词。 和大多数太平天国将领一样,李秀成也是出身于普通农家,自幼家境贫困,无奈入伍,其后参与太平天国起义。 他尽管文化水平较低,却能洞察社会的诸多弊病。 于是,他的供词在对太平天国的历程予以详尽阐述的同时,还包含了针对满清朝政的诸多批判。 他只是满清朝廷腐败无能,于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屡屡犯错。 他觉得,如此朝廷已然步入气数将节之境,随时皆有覆灭之可能, 则与他自幼增恶贪官污吏,仇视满清统治的观念如出一辙。 于他而言,曾国藩重兵在握,写系汉人出身,理应明晰局势,趁满清父王之前抽身而出,独属一帜,方为上纪。 对于一位出身名闻望族的汉臣而言,此类劝说无疑是最为严峻的考验。 这记代表对其多年忠诚侍奉之君主的背叛,也代表着与这乱世之中放手一搏,自行建国。 虚语之间,曾国藩内心纠结不已,他不得不承认言辞里的理智和坚决。 诚然,当下满清已然势颓利劫,而自身的确具备这般实力,诚实而起,创立新的王朝。 然而,他最终被采纳如此积极的提议,原由在于反叛风险过高, 即便存在获胜的可能,那又怎样,一旦失败,就会面临灭族的结局。 曾国藩出身于功勋险要的明文望族,自幼便注定为王朝效力,若随农民起义军反叛,于他而言难度极高。 于是,睿智的曾国藩另辟蹊径,他将供词里的谋反相关内容隐匿,仅成交了涉及太平天国的部分,以此避免触怒朝廷。 然而,李秀成在供词完成之际便被即可灭口,曾国藩深知他存世于己,极为危险。 完整的供词在他离世后,被曾国藩严密封存,直至一个世纪以后,增加后人方把他公布于众。 我们不难设想,倘若这一激进的提议为曾国藩所接纳,亦或供词的完整内容成交朝廷,曾国藩与整个增加将会面临何种结局。 所以,无论从何种视角考量,曾国藩的抉择均属合理。 然而,此情形足以表明,李秀成的供词与曾国藩其增加而言,是何等的敏感与危险,其近乎能够左右这个望族的兴衰生死。 他的供词犹如一枚定时炸弹,随时有引爆并致曾家覆灭的可能,曾国藩必须谨小甚微地处置,以防多年积攒的家业瞬间化为乌有。 事实上,他心里明白,李秀成的诸多批评和建议皆具合理性,也顺应实施发展。 然而,他最终仍选取了保守稳健之路,只因顾及自身利益,他无法舍弃身为朝廷重臣的这一身份。 最后,其所加带的那一丝谋逆要素足以使曾国藩覆灭。 故而直至1963年,李秀成供词的完整版本方得公诸于世, 而他的抉择或许保了自身与家族,却也致使清朝在最后数十年间停滞不前,艰难为戏。 如此而言,不论李秀成的劝说成效如何,皆定然会开启两类全然相依的历史。 他的供词反映出了彼时动当年代的各类思潮。 我们留意到,太平天国的高层之中亦存在明智之实,洞悉了此王朝已然气数将近的状况。 他们并非如绝大多数齐军那般毫无刚技,而是拥有自身对于这个国家的愿景与构想。 然而,他们的出身与身份致使反叛之路不满荆棘。 试问,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官员,面对一个形将覆灭的王朝,究竟能有何种抉择? 难道跟随齐军举世谋反,便能诸事顺遂吗? 故而,李秀成唯有慷慨就义,以保冥结。 然而,这一敏捷的背后,乃是他们面对那个腐朽王朝无所作为时的无奈和痛楚。 另一方面,虚余意的是,李秀成身为起义军将领,其政治见解存在过度理想化与简单化的问题。 他觉得曾国藩一旦采纳他的提议,便能成功建立国家,此种想法稍嫌幼稚。 简于在如此重大的时代变革之际,诸多变数皆难以把控。 就连他所属的太平天国,不也以失败落幕了吗? 而诸如曾国藩之类的人物,注定会受限于大事,在历史进程里充当小角色。 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为其感到惋惜。 然而,历史的整体格局不会因个人的抉择而发生变动。 人生仿若一台戏,台上与台下均各自展现着自身的情节。 位居高处之人未必能够把控权局,他们往往以为历史的附庸。 李秀成仅为其中一则悲壮的历政。 曾国藩也只是一个精于权衡的凡夫俗子罢了。 而每当目睹这样的历政,我们皆能察觉历史的潮流是何其难以揣则。 每个人的命运又是何其变幻无常。 李秀成与曾国藩皆定然会被这个时代所弃。 然而他们的取舍却昭示着,这一代中国人苦痛的窘境和抉择。 尘如历史学家所论,李秀成所代表的一个时代最为进取的理念, 而曾国藩所代表的则是一个时代最为实际的抉择。 李秀成那令人钦佩的精神,鼓舞着后人投身正义之战。 曾国藩的务实抉择,亦使我们洞悉世事无常。 然而,我们果真能够对曾国藩最终的抉择加以苛责吗? 于那一般动荡险恶的时期,他又怎可能不斟酌得失, 两度自身能力而后行了,退而言之。 即便他接纳了李秀成的提议,投身太平天国,最终能否成功亦为可知。 这般巨大的风险,任一位明智之士皆会审慎思量。 然而话锋一转,倘若所有人接这般精明求安, 拘泥邮件链接,那勇于改革创新之人又将源自何处。 李秀成之类的人物激进和理想,实则为进步的动力所在。 到这里,本期视频就讲完了。 感谢各位观看,我们下期见。